詳細解說 好我們這邊看到皮皮線的話 開局是在右下角的大方出身 然後呢 先撞到這一位好像是祭司 是不是 這邊S什麼 沒有是咒術師 沒有看到啊是不是 這好像是真的沒看到啊 咒術師的話是很好的對象可以追 因為那個有傭兵 前鋒跟祭司 那這邊的話 祭司好像也先躲起來了 他們想要讓監管者先去遇到那個 前鋒跟傭兵 那這邊躲在那邊打洞之後呢 確定沒有去追 他們兩個就開始要找祭司修了 那這邊先預判夾一個窗戶沒有夾好 傭兵成功跑了 哇這個沒夾到但是斷到護腕啊 那這裡 看到洞的 嗯 雕客家 他直接選擇先把洞給處理掉 不要讓他們打出一個套路來 對這個先斷求生者的套路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比較需要細心一點 只是前面那邊開一點其實就撞到咒術師沒有去發現到有點虧 這樣咒術師已經要先修掉一台雞了 那再來現在這個前鋒被追的話問題點也還不大 因為前鋒是紋盲嘛 而且他本身也還有半顆多的球可以遛這個雕客家 還可以算拖一點時間是在的 欸這邊想要故意吃刀啊 喔 這個前鋒有想法 我就是站在空地給你吃刀 然後加速配球的加速再直接連到這個窗戶直接走 因為他知道如果站邊再繼續溜下去的話 他可能可以再溜的時間也不多 那現在的話變成要用紋盲夾的方式去夾這個前鋒還是沒夾到 但是這邊直接又開球開到了窗戶前面 但是被反夾了一波 哇 這個盲夾夾到了這個前鋒 但是為時有點晚啦 為時有點晚了 因為咒術師已經修掉第一台 第二台80% 第三台62% 那62%應該是前鋒的吧 因為目前第四台跑到了45% 反而第三台那個62%沒有在動 所以應該是前鋒的遺產機 那這邊的話咒術師也來 欸是祭司啊 祭司的第二台修掉了 那這樣子的話那個 最下面那台第五台應該是咒術師在修 那這邊前鋒 佣兵過來救前鋒之後呢 因為前鋒身上沒有球了 沒辦法走掉直接被補一刀 那前鋒現在開始直接果斷拉到最遠的地方 讓這個雕刻家去牽 也沒辦法很好地去干擾求生折修機 那現在這邊機子的話已經也來到了 第四台跟第五台都要修掉了 把第三台跟第四台 那第五台的話進度還有20% 那這一掛下去再一撥薄命來救的話其實 要三跑不是問題欸 因為咒術師在外面修喔 咒術師在外面修到一個 算快的但是咒術師沒修 他給用兵修 他想過來幫忙用孤去 逼著這個 這個雕刻家沒辦法三掛 其實覺得不太需要 他給用兵修的話其實 一個薄命套下去兩個人修一定來得及的 那這邊的話直接吃了這麼多刀之後呢 如果有底牌可以切近身 但是現在用雕刻夾 好切了 牽起來了 哇那這邊的話真的就是 求生者這一步真的 不應該這樣子做 因為打比賽的監管者的話 其實他有帶底牌是 幾乎必備的 因為那是個翻盤關鍵 那剛才做出十六這樣子 硬拖著之後呢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保護住 前鋒的原因就這樣子 所以這一波 求生者做得很不對啊 對 因為剛才那個機子速度絕對絕對兩個人修 然後祭司套個薄命 基本上就是穩的 但是不過剛才好像低就 我是不是沒注意到 有啊 他應該開始是閃現沒有錯啊 我剛才看他圖案是 閃現呢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先繼續看一下 那這邊祭司 恩 祭司這邊被追嘛 因為他們在干擾他們修機了 但是機子在二樓那邊 哪邊有被干擾 而且是帶精神的 咒術師有點慢去補那台機子 那現在祭司快倒地的話 一定可能 趕不上修完機子的速度喔 對趕不上 因為剛才咒術師跑得有點遠 他沒有馬上在 雕刻追祭司的狀況下去 補那台最後的大遺產 那現在要來救這個傭兵的話 傭兵如果 追擊這個地下室 直接亮了 不打算救了 也是好事沒錯啦 因為畢竟 嘖 這種關鍵沒有技能的 的護腕 的傭兵 要這樣子去救地下室 真的也很危險 很容易打一波 全部都打在那邊 因為他們也不小看 那個 屁屁線 這個傳奇監管嘛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說 這邊 開門硬開開不起來 直接全噴 哇靠 這個 我就覺得 有點過頭啦 真的有點過頭 應該這樣子做的 好 我們這邊看一下 SE日本的破崙會有什麼樣的 發展 看深淵啊對不對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 破崙出生在這一個 邊邊角落 往中場衝去 然後呢 想找的對象 應該是基階士 但基階士在房子做預備了 但是看到了娃娃 娃娃被尬到一下之後呢 開始溜她 那溜她的同時 另外三個隊友可以安全的修進 因為他們就算知道 破崙在旁邊 其實剛才 這旁邊這個是誰啊 H什麼的 嗯 是雜技 其實雜技也可以直接修啊 因為那目標就很確定說 這個 破崙想追的就是娃娃 那基本上會跑去抓她嗎 不太可能 那這邊上到一根真的 娃娃被夾子夾到 直接打掉之後呢 開了 一階技能 那這邊 就要看 他 要不要選擇抓 基階士沒有想抓 因為他覺得 你都 因為我這麼久了 又被我打掉一次 那這樣子你的娃娃 要修機也很困難了 那這邊一轉點的時候 馬上就 遇到了病患 然後病患在這個 雙版的地方 遛的時候 破崙丟甲子丟失誤了 沒有丟好 他丟到自己的臉上 但是這邊要遛破崙 其實有點不太好遛 因為已經開了 那個 1技的破崙是有根針可以去尬的 好 那這邊 針打開之後呢 不出所然 那個 病患被上到第二根針 但是他開始使用他的技能去繞跑 那繞跑的途中呢 這邊前方會過來 做 隨時等待資源了 那現在 病患使用走位 開始躲 夾子但是 沒啦 對 他想預留 一個夾子跑的樣子 因為 剛才其實病患躲到那個夾子之後 他要再直接 出一個勾子 躲開是 可以 很有機會的 那這邊的話 前方 是想要過來做資源的途中 被破崙上兩根針 然後破崙想打他的時候 果斷開了 四分之一的球手 然後破崙又繼續再把病患給掛起來 其實這邊我覺得有點虧耶 休息速度上很拖到就算了 然後 嗯 前方有沒有做到完美資源的動作 因為他現在上兩根針 一定要隊友把他拔掉 或是自己拔掉 才有辦法過來救 那現在前方針已經處理掉之後呢 感覺不像是前方要來救 反而是雜技過來救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機子真的不斷不斷被拖延 然後這邊 雜技直接砸了一顆黑球在破崙臉上 那這裡 病患還是沒有把他最後一個 鉤子運用好 由他這邊的話 尬到一下之後 往裡面 廢墓區 勾 但是 他突然自己又跑出來了 哇這個病患沒有睡醒啊 這破崙 這破崙 牆壁這麼長 這破崙只是做個假動作 人都還沒有到牆壁的對面 病患就自己跨出去了 然後被破崙給騙出來 然後直接尬他一下 再一個爆炸炸一下三根針的悲觀 帶掉這個病患 讓他惡怪喔 那現在這邊 破崙直接 對著這個病患 猛尬 一直尬 就是想用悲觀帶掉你 但現在因為他沒有用任何一個技能 散線沒有用出來 他帶也是散線 但是沒用出來 前鋒一定會很害怕 著說他會不會是帶金聲 對 那這邊他要被殺兩根陣狀態下 如果他就這樣子直接撞下去 很有可能前鋒的頭就這樣賠掉 所以前鋒選擇不救 直接讓病患掛飛 但因為前面這邊的配合 想打打不出來 拖延到了秋季的時間 導致現在機子目前 第四台67% 第五台是90%了 是娃娃修的 對那這邊的話 被破崙發現之後 破崙直接干擾修機 但問題不大 那一台已經99%了 那這邊中場那一台機子 雜技一直不敢修 很怕這樣一過來尬 打開悲觀又是一個人頭 跑到這邊的話 接著修完之後呢 果斷趕去中場干擾 雜技修機 但其實雜技這台可以不用修 因為前鋒已經在修那個墓區的 好那這邊上了大房之後 還是被破崙給尬到一下針 但打開沒有噴到第二下的針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開始做博弈去 遛這個破崙 那成功六成功 成功的六成功之後 破崙就直接 變球 轉抓機械師 那這邊上了三根這個機械師 只要沒有走位好被夾子夾住 就要被打掉了 但是機子已經壓好了 問題不大 這把要平局還綽綽有餘 那現在 壓好機子的 求生者告訴了機械師之後 機械師果斷直接離開那個地方 好像打算想直接跟他做盤旋 然後幫隊友直接拖那個 修機的時間 把開門的時間 就不要讓破崙太快去趕到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門口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他不如直接剛才 不要繞這個房子一圈 直接跑到那個最邊邊角角那邊 這樣還要拖一段時間才會 牽到椅子那裡 好了這邊的話看到 前鋒跟雜雞雞把門打開走掉了 那GR拿下第一輪的 大比分跟小比分的 勝利 這把真的要看這個 機械師能不能勾好了 因為他們這個組合完全 沒有救援的能力 那我們這邊看到 皮皮線的旅屋 是在這邊 大門廢墟出山頂 那這邊往小門廢墟去 小屋廢墟去 那這邊剛好有機械師對不對 有有有有有 很好 這邊只有一個寄生 用寄生打掉他的娃 人開始跑 這邊先開始做追擊的時候 真的不先切嗎 還是他想要先補機械師一刀 好像似乎是這樣子 喔 因為他沒有空挖挖去那個 做保護挖挖動作 那這樣他可能吃了一刀 之後就被圍毆 但是他這樣拖那麼遠之後 嘖 恩 欸 他想鐮刀沒鐮刀成功 他前面其實可以用分針線 把娃娃打掉 因為他就把娃娃記在那個娃娃旁邊了 不是啊 寄生記在娃娃旁邊 不是娃娃寄生在娃娃旁邊 嘴巴講得太快 因為他這樣子追機械師的話 等於說機械師娃娃也在外面 除非 鼻鼻線有一個想法 去 先 快速抓掉機械師之後呢 恩 有一套套路去 處理娃娃 這個 這個 但是 守木人開土 為什麼要幫忙扛刀呢 恩 這拖不住的呀 這浪費技能的這個 好那這邊再打一刀 帶掉機械師 在山板之後呢 這裡的機械遺產是守木人修的 那 皮皮線知道那個娃娃在小門那個地方的話 應該會做一些套路去 處理掉才對 但是現在目前看他的娃娃是 沙包山板兩 不是娃娃啦 寄生 沙包山板兩邊在跑 對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沒有干擾到娃娃修機耶 這樣修機速度還是會飛起來的 這邊的話心理學家已經修掉第一台 那第二台的話 沒意外是傭兵 那 第一舊的話是 守木人想過來先做支援 但是因為現在他們的求生者 其實也沒有到很香 為什麼 你們有發現他們一個細節就是 手上完全沒有球 然後而且被寄生兩個人 對 那這樣子感覺 皮皮線好像沒有特別想要處理掉娃娃 想快速的帶掉他們求生者 但是現在這樣子 機子 真的 不是很好防守 那這邊走過來又要打傭兵 一倒沒打到 然後這邊開始決定要處理這個娃娃了 那這個娃娃的話能夠處理掉嗎 因為機師的分身可以去牽他本體 然後娃娃開始找找不太到 然後掛起來繼續找 欸就蹲在板子旁邊沒有注意到 魚光魚光還是沒看到他這邊選擇 直接先把他的本體小女孩架在那裡 然後這邊的話就變成 第三台機子是由 這個哪一位修掉啊 手木人修掉的 欸 心理學家 好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是傭兵幫那個 手木 消掉了技生 那這邊的話三百想繼續修的同時 他把一隻 技生偷偷藏在旁邊 手木人不知道 那手木人就這樣跑去修機之後 沒有檢查清楚直接被補掉了 但是機械師也被偷偷的救走了 我覺得這邊打的其實 感覺有點亂欸說真的 我覺得旅比線前面的想法是可以 但是 也蠻冒風險的欸 然後 因為娃娃沒處理掉那個整個機子的休息速度飛起來 然後 在找娃的過程中 又被蹲 蹲起來了 那這裡的話本來一掛飛的機械師 被 救走又補滿血 然後現在這裡 開始想要打控場 不斷的寄生 求生者 因為手上有球的只有 手木人一個 如果這個時候 這幾個求生者有開始意識到說 自己在開局 就該邊救人邊撿球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他們現在的求生者不會很亂 那直到現在剩下最後一台機子要修 大家也都被掛的差不多之後呢 他們才開始撿球消技生 其實是有點晚的 那現在 皮皮線把他們的技生 全部都趕緊叫到 三板這邊 用意就是為了要 掛飛這個 手木人 但是 哇 沒算到 他想要牽起來 也想要算一個 出刀的陣勢 但是沒算到 人又跑掉了 那這樣子變成 呃 心理學家 傭兵都修起來了 而且只是 寄生而已 雖然他們 半血 但是心理學家滿血 他不怕寄生打的呀 但是心理家為什麼要跑呢 你為什麼要跑呢 就缺理修機啊 喔 這一次不是那個心理學家的啊 喔 那這樣子不好說了喔 然後用掉之後呢 剩下一個本體的 就開始找人寄生了 但是這邊機械師跟手木又在打狀態 但是 哎呀 是因為手木手上還有一個 土的關機先選擇 打機械師是對的選擇 但是機子 有人已經先偷偷壓好了 這把可能要被三跑了 傭兵壓了 那邊跑過來了 他想說你打我一刀沒關係 哎呀 仔細又亮機了 他注意到那個 女巫並沒有 呃 想要打他干擾他的意思 那這邊還是一樣是放狗的 女巫 人都貼門了 心理學家門開完了 傭兵直接跑過去了 那機械師被帶掉也是三跑 但是手木人在哪裡 手木人在哪裡 手木人從大門要跑到小門 可能會圖中攔截 嘞 哇 好 那這邊開圖 喔 真的傳送圖中攔截 但是問題不大 因為 手木手上還有一根 鏟子 可以用圖來擋傷害的走掉 這把皮皮線 直接被三跑了 哇 哇 我真的覺得蠻致命的 欸 GR 這邊 要來面對 SZ的紅蝶 好我們這邊看到 紅蝶的話 他本身也是一樣的出生點 從小屋到小屋廢區去 這邊的話是哪一位 是雜跡演員 那雜跡演員的話要六 其實也蠻有六的啦 就直接出的時候 人就丟球跑啊 幹嘛之類的 就是些什麼球 斷紅蝶路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 紅蝶看到足跡之後 開始做追擊 不過 這個 薄命的那個 雜跡可能 跑不太遠 欸 他好像帶雙毯啊 他剛才跨窗的時候 有 有 加速了一下 那這邊的話 紅蝶直接 貼緊緊的追這個 雜跡之後呢 出了一個紅蝶 打了一刀 然後這邊 雜跡轉到小屋之後 還是直接傳進去了 你們 躲掉這一刀 有 這邊丟了一個紅球 拉開距離之後 進到山板旁邊的 外山板 那這裡的話 要遛紅蝶 不是很好遛 但是剛才走位好像卡住了 卡住了 剛才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細節 瞬間 雜跡在旁邊 這個圓桶 想繞過來的時候 卡到自己的一下 讓這個紅蝶可以 即時出刀 讓他沒辦法跨板 或是利用板子 再繼續遛他 那這樣子 這個局勢下來 來這個 雜跡的時間 其實並沒有拖遠到 很有 優勢的 時間出來喔 因為現在只有 病患跟 心理把地台自己修掉 而 傭兵的話 只有 49% 那這樣子 依舊下來 再加二舊的時間上 我個人覺得 如果雜跡沒有特別 再遛起來的話 雜跡被掛飛的時候 還會至少有 兩台機子要修 那現在 紅蝶帶一次閃現 用兵過來吃一刀 救下病患之後呢 紅蝶果斷直接 閃現打一刀 打掉那個 雜跡演員 那雜跡演員 剛才好像也沒有注意到 紅蝶還沒有開滿技能的狀況下 他 沒有刻意去躲紅蝶的刀 結果紅蝶直接拿他 連打 開技能 呵呵 那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雜跡已經面臨惡掛了 現在機子目前第三台 63% 第四台54% 第五台50% 那這樣子的 修機進度 是真的真的 不是很理想 那現在這裡 傭兵想過來 惡救 並沒有想要 套用掉他們 第二個薄命 因為現在機子可能很不夠 他們想要以修機為主 讓滿血的傭兵來 那這邊的話 因為剛才傭兵吃過一刀嘛 那心理學家已經給過那個 哎呀 這邊 傭兵 救下 椅子的 雜跡也沒辦法扛到刀 直接下以沒有薄命的秒給一刀 秒三掛帶掉 哇那這樣真的有點虧 機子真的修得不太夠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 像我剛才說 如果雜跡沒有特別溜起來 可能至少還有兩台機子要修掉 但是進度上是有啦 第四台是94%了 第五台是70% 所以其實 不會落差的很多 不會很難修掉 但紅蝶現在的話 不追病患 想要開始做干擾機子 但是因為三板這邊 其實全部都是健在的 而心理學家選擇 果斷走掉 好像就是要讓那個 隊友可以修機 讓紅蝶跟機子拉開距離 好那這邊的話 剛才漂亮的心理學家 蓋了一下板子之後 紅蝶還是用蝴蝶做追擊 補了一刀在心理學家身上 那現在回去三板之後 病患已經開始修心機了 已經來到了30% 在大門廢墟旁邊石頭那一台 那現在 呃 這邊 紅蝶如果想到處打的話 就只能 慢慢拉扯 磨到那個 開門站啦 因為 這邊紅蝶想要再掛人困難 就是想辦法消耗求生者的技能 那求生者也沒有很笨 那傭兵 一剛開始是因為他三個護腕都在 所以他選擇先彈掉第一刀 那後面第二刀他選擇 藍的離你 反正我就是留著技能 不要給你打第二刀 但是剛才傭兵 使用了第二個護腕 彈走之後想保持滿血 結果 還是彈了一個讓 紅蝶可以舒服飛到的地方 打他一刀 所以等於現在開門站 一刀紅眼亮了 傭兵也沒有滿血 然後現在 紅蝶放棄追傭兵 來到小屋 找心理學家 那這邊因為心理學家 最沒有六的能力 一刀直接帶掉最快 但是相對的 這邊 就考驗 走位的能力 對 那這邊走過去之後呢 哇 蓋戳邊 蓋戳邊 這邊心理學家 被帶掉之後 門也已經開完了 並換的話 是開的是小門 右邊開的是大門 兩邊都走了 那這樣打出一個平局的局面 就代表 SZ拿下第二輪的勝利 對 因為 SZ的求生者三跑嘛 那監管者又抓兩個 好 第三輪 要開始了 好 我們最近看到的是 女巫在 五百出現 然後 走過去 橋上 然後 看到是誰 好像看到 不是目標 人 走掉了 因為這邊是病患 欸 旁邊那個是誰 欸 喔 不是機械師喔 這邊機械師的話 奇怪了 他選擇直接先從 病患下手 難道是因為 藉由追的機會 去看有沒有 遇到機械師在附近嗎 但是 這樣子又放機械師 休起來了 嗯 而且這邊追病患也不是很實際 因為這種組合裡面 最能應該開始 最有機動性去 馬上立即使用技能6 女巫的就是 病患這隻角色 那這邊病患的話 雖然被狗咬 但是他這邊也在 算時間去蓋板 抵掉狗的咬 那這邊 板子也踩掉之後呢 哎呀 撐不到這最後一下 把狗掙脫 但是這個病患 雖然說 感覺起來 沒有拖延到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因為機械師 跟機械師娃娃 都在外面秀的關係 整個機械師 你看旁邊 左邊邊這邊的進度 很快的唷 四台這樣子一個 飛翅就要結束 就要消失不見了 然後這邊的話 還是一樣 再下了第二隻狗 要咬住這個病患 然後 帶掉之後 機械師本身已經 兩台要亮掉了 就是 一台 對兩台 直接亮掉了 一台是娃娃 一台是 玩具商吧 如果沒意外的話 是這樣子 對因為那個娃娃本身 剛好耗了一半的電 欸沒有是傭兵啊 傭兵跟玩具商幾乎同步修完啊 哇 那家娃娃在外面還在修 娃娃機子沒亮 所以娃娃的機子有一台 是娃娃的要亮亮了 然後本體也在修 哇那這樣子機子整個飛起來啦 這個只需要一救就夠 欸沒有沒有二救就夠了啦 欸但是這邊出了什麼狀況 欸 哇 為什麼玩具商把自己送掉了 在幹嘛 Why 為什麼要把自己送掉 那這邊原本求生者是 又是很香的一個狀態下 玩具商莫名其妙跑來自己 吃了又再吃到的 用意 是 怎麼了嗎 覺得比賽不想要太早結束這樣子嗎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意外很嚴重喔 因為雖然說病患這樣子 痾 原本初期這樣六 求生者其實很快 但是因為玩具商這樣子 一噴掉 送掉之後 他就變成 女巫很有機會直接 先掛了玩具商開始守 然後把病患拖到最遠地方去掛椅 讓求生者救不了病患 然後病患就直接被掛飛 然後他們還要分配另外一個 滿血的機械師過來救這個玩具商 然後這個機械師沒有補命啊 哇 這一個瞬間 因為這個玩具商這樣莫名其妙 跑來送頭之後 真的是 全部都亂了喔 亂套了我跟你講 真的 全部都亂了 本來機質都很夠 可以去修機 然後搞得完全現在沒得修機 然後現在只要等他救下來 把病患給打一倒 打掉就好了 欸 這邊出道也急了 想打真摄 不過問題不大 因為他們現在就算那台94%的機質修掉 他們還有一台完成乾淨的根本就修不了 你知道 沒時間修了 那隊友倒了東倒西歪的 然後 而且也 沒有狀態 沒有技能了 你知道嗎 只剩下傭兵手上有兩個護腕 如果這時候趕快把病患給帶掉 然後而且 喔 這邊果斷切閃線 因為優勢太大了 切閃線是對的 因為他趕快把病患給帶掉之後 趕快再把傭兵給掛起來 他們沒有人可以救傭兵 沒有人可以救傭兵 沒有人可以救傭兵的狀況下 他可很好處理 剩下的機械師跟玩具商去 把那個 局面控制術 打出一個四殺 但是他現在 沒有打算掛傭兵 讓他站起來 為什麼 他臉上就一台機勒 為什麼 是因為可以寄生他的關係嗎 痾 但是 剛才的機會有點浪費掉了 這個 我們看一下皮皮線 有什麼想法想怎麼做 那這邊娃娃 因為本身前面已經修掉一台機子了 其實不用特別的 真的一定要打掉那隻娃 因為那隻娃頂多只是 卡爾民用的而已 真的 那現在的話 最後一台機子 35%跟24% 是傭兵一直在修 那現在女巫又過去 直接閃現寄生 那 傭兵的寄生那一隻 閃現應該是 沒有用才對啦 那現在他這樣故意 控制也沒有打傭兵 閃現過去打他 不是自己的嗎 為什麼不打他呢 因為他只切還繼續切太快 我沒有看清楚 到底有沒有 CD閃現 沒有啦 閃現還在啊 為什麼不打傭兵咧 那不就讓傭兵可以解他自己的計身嗎 滿輕鬆的咧 這樣子的狀況下 那機械師修不動啊 為什麼要干擾機械師修機咧 為什麼要干擾機械師修機咧 你要抓他 那我們再看一下皮皮線到底想要怎麼做 好 這邊的話已經 已經 把自己的本體小女孩控回來了 然後給了 玩具商跟傭兵可以繼續修機的機會 帶掉了這個 機械師之後呢 這邊機械師 玩具商已經修到來到了將近80% 然後這邊傭兵 趕緊的想要把機械師給 消掉 然後消掉了之後呢 玩具商把機械師壓好了 然後掛下地下室會不會掙脫 因為人遠 然後這邊的話還是掛上去了 不過傭兵也趕到了 應該是來不及打落地鐮刀 那這邊已經切閃現的女巫 他本身 欸 這邊直接在補一刀 鐮刀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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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的話傭兵成功的偷偷跑掉 手上有兩個護網 沒有地上是可以直接去跟 玩具商會面 然後 開大門走掉 但是這邊傭兵又跑回來了 可能知道說這樣子會去干擾到 可能是殺 因為 玩具商並沒有貼門 沒有貼門 然後現在的話也寄生的傭兵跟那個 機械師的時候 要去大門這邊 掛 打這個玩具商 想讓他出不去 想打一波自殺 但是剛才的節奏下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一剛開始那邊就直接把 倒地的 傭兵給 掛起來 就結束了 他後面那個選擇 我覺得 給了比較多 求勝的機會 好 那這邊的話 毀了那一刀之後 並沒有打到 那個 玩具商 原因是因為 傭兵即時 把寄生給解掉了 那這邊的話 一刀的時間只剩下 最後50秒 50秒 要抓最後有兩個 互玩的傭兵 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的話 地窖 傭兵知道在哪裡了 欸 一刀快結束了 那放血 玩具商也是可以 但是用邊境 趕到對面的大門 準備要把他開著走 雨屋的話 可能有點來不及 對來不及 因為他是閃現 好 等著他分身 慢慢走過來 這樣就變三殺而已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第三輪的 GR 對戰SZ拿下了 三殺 比較可惜 是很有機會可以 四殺的 我很少吃這種東西欸 那個 看來能不能快速抓掉 才有機會四殺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 洪傑出生在馬戲團 然後這邊的話 直接撞終點站的這一位 哪一位 前鋒 那非常不吃香 這樣 撞到了前鋒的話 可能要果斷放掉 但是他先嘗試打一刀 前鋒直接開球果斷走 但是這一波開球 就直接幾乎半顆球 沒了 那這邊洪傑在時 只要做追擊之後 旁邊有鏡板 會不會抽到刀 啊抽到了 抽到的話 可能就不會轉抓了 就要繼續抓這個前鋒 哎呀這個拉一個拉過頭 預判位置預判錯了 然後這邊 這個 洪傑 繼續做這局 嗯 前鋒趕要進了鋼板去 去幫他做回繞 那洪傑確定位置之後 要抓緊時間 趕快把這個前鋒給帶掉 那前鋒 帶板太得很快 又直接開球跑掉 完全的把這個洪傑給遛了起來 那洪傑的話 在抓前鋒 花太多的時間 那這樣就變成 那個 即使在另外 三個都沒有 修機debuff狀態下 又有郵差的 加30%修機速度 成功抓到 前鋒之後 第一台即使郵差已經修完 然後第二台是78% 第三台也是 75%了 啊槍格的話 紅蝶要打出自殺會有點不太 不太有 因為他應該開始像紅蝶 蝴蝶下去 打到那一刀 抽刀的時候 其實 很賺了 但是後面 卻被前鋒帶到這三個板子來 遛了起來 那現在的話應該 依舊下來了之後呢 嗯 即使確定郵差跟心理修掉了 然後來救的人是雜忌 雜忌有帶了 這個 博蜜也很漂亮的 在救下來的時候 幫你用前鋒扛了一刀 還丟一波土球 但是前鋒現在本身手上已經沒有球了 要再溜這個紅蝶其實機會不大 真的機會不大 這邊想要穿梭 飛飛飛 沒有飛成 啊飛成功 但是被前鋒判到了 哇這一波博弈 互相較勁 精彩 前鋒在他 紅蝶飛那一瞬間 翻出去了 哇這個前鋒翻板的能力真的很穩健 那這波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辦法四殺的 最多最多頂多抓兩個 對因為前鋒這邊的話 他要被再掛一次是一定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對因為這邊的 駁窗其實這樣打 即時跨窗 就算跨窗加速的前鋒也不好逃掉 那這邊的話也看到這邊 油拆跟心理學家也都差不多要修掉第二台機子了 然後雜忌把自己的機子給補完之後 最後一台已經來到了70% 那這樣子的話只要隨便再救一下 但是現在選擇要拼搏一波來打干擾機子了 因為他現在要打的不是平局 不是三抓 是一波四抓 所以他必須得拼 必須得拼 那現在就看到 求生者開始修心的機子之後 能不能快速抓掉這個心理學家 有抽到抽到了 但是問題不大 對求生者來說 外面 紅蝶已經用掉傳送 一定可以穩修一台 而且有兩個人在修 那就是前鋒跟雜忌 或是前鋒跟油拆 然後這邊的話是 來救人是雜忌演員 所以代表 這邊是 油拆跟前鋒在做修機 修機速度會很飛快 那這邊救下來之後 這邊五百的板子幾乎都漸在 然後現在機子新修的 已經來到了80%非常的快 那現在就變成這邊 雜忌又在補一顆土球 但是打到了雜忌身上 這邊會亮機子嗎 應該不會亮 但是亮了 亮了 這個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他的傳送CT快好了 但是現在打掉雜忌沒有掛 想要趕快抓這個心理學家 可能會來不及守門 因為雜忌還是跑起來 他整個打到一波 就想說我趕快抓到心理學家 然後趕快傳去大門 賭門再抓兩個 之後回來 抓這個開門很慢的雜忌演員 但是這個狀況下 已經來不及 對面已經把門給開完 因為紅蝶在追這個心理學家的時候 被這兩塊板子的其中一個砸到了 你知道砸到那一下真的是 拖延到很多時間 很關鍵時間 對那這樣子的話 可以先恭喜GR拿下了 第三天的勝利 對 這樣GR已經確定晉級了吧 他們已經連續兩天都打獲勝了 這邊再飛上去 看到雜忌已經跑下去了 雜忌的話 這邊目前想要嘗試著山跑 並不想要白白的把頭 離讓給他 那現在紅蝶也是不斷觀察 雜忌到底往哪裡跑 然後這邊也確定到地交在那裡之後呢 也看到雛雞了 那這邊有可能來得及救人 但是他傳送過去了 等下賭這個雜忌 看來雜忌跑不了 因為這邊 他離門太遠 離地交也很遠 那這邊再丟一球 紅蝶躲 這個火球 啊這邊 雜忌總會卡到自己啦 他回頭走 但是不小心 走到樓梯上面去了 但是 也算精彩了 對 回來啊 前鋒前面那個板子 翻過去很帥耶 超帥的